HELLO,HELLO,HELLO 今天汽水聲開始 因為太熱了,今天31度 雖然過了納秋,但殘暑太厲害了 本來想著上星期開麥克風還在說 凍凍的,睡覺開始會涼 秋分都過了,應該會涼了吧 嘩,今天又三歲在這 殘暑太厲害了 開麥克風前一秒鐘,喝一口氣水 嘩,搞不定,真是很熱 來沖秋又近了一天 星期六,假期 哪天有沒有來幫他? 有事做 我們打工仔真可憐 而且沒有錢收 義工 我們這些 那認識到B爺都知道他另外有彈東西 他那邊有活動 喔,有活動 我去不可以? 事後那個 不過事後那個應該不關你的事 說一些動漫的東西 我也是紮男來的 說很專門的 OKOK 你掛名而已 我掛名是紮男,我實在摘不起來 我的樣子太Man了 中秋節有什麼活動? 吃月餅 又吃月餅? 又吃月餅? 是,我今年的月餅還沒有再下 不過沒有人送給你什麼月餅? 老媽子還沒告訴我買不買 還沒買? 那些人在拿著 我看美心 走過美心 走過那些 即是賣月餅的那些 那些地方 我正在排隊 正在排隊 正在排隊 聯絡一下老人家 看看今年是我自己買 還是繼續老人家供應 那有什麼應景吃? 應景上次提過 飛程日本去吃月餅包 香港沒有啦 沒有啦 你上次講完之後 我都搜尋了一陣子 但很可惜香港是玉子漢堡代替了 沒錯 這個本身 詳細的 這個月餅包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 煙肉蛋加發紅包包 其實出過的 香港曾經出過一次 煙肉蛋 那就是煙肉蛋漢堡? 是 但是加多飯漢堡扒 即是有牛肉的 漢堡扒 即是牛肉 還是粥三兩那些? 都有個粥三兩 即是粥三兩版的月餅包 是 叫大月餅 你本仔創意真是好 他本身只有這個 普通尺寸牛肉 還有有芝士 就是芝士月餅包 剛才Luis提到這個大月餅 三年前開始有賣的 今年三周年 但是香港還沒有 香港 我真的曾經出現過 很久了 很久了 我讀書年代的時候 試驗性質 買了牌 然後又不見了 拍也沒有買 因為如果是煙肉的話 我對上一次 麥當勞的體驗 就是煙肉有塊薯餅那個 那個什麼美國將軍 不是將軍 不是將軍 是 Captain America 是嗎 是 將軍漢堡還是什麼 美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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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我不介意你夾一塊薯餅 但真的很流 美國人是這樣的 美國不是薯餅 薯條 大家去過美國也知道 未去過的我也可以說 他們在美國全部都是雙重的 在我們華人來說 他們是雙重的 他們的漢堡 是很流行拿一堆薯條 上去再生蓋 他們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 是跟美國人差不多 只不過香港人吃薯條 覺得很淪盡 或者不方便他們製作 因為其實美國人吃漢堡 這件事是很專業的 他們有專業的漢堡店 他們會用一些高溫機 高溫炭機 去辣那些牛扒 那些牛扒 不是說香港的麥當勞那些 那一步就算了吧 香港你見到 現在經常看到的 卡拉後面是廚房的那條線 你是看到的 沒錯 而且用的東西 人家真的是牛扒 一塊牛扒 就切給你搭上去 所以是不同的 可能美國人來到香港 用不到薯條 所以變成用薯餅 做法改了你 做法改了 那粵劍有多少種 三種 三種 剛才說到大粵劍 普通粵劍 普通粵劍就是 剛才那個煙肉那個 煙肉蛋加快肉 大粵劍就是 逐三兩 逐三兩 逐三兩再煙肉 再煙肉 OK 然後呢 芝士 其實 本身兩種沒有芝士 是 那芝士的叫什麼 芝士如見 芝士如見 其實就等於普通漢堡包 沒錯 很基本的 不過又是跟我們 竟然一樣 有個堅密 有個堅密 這四個字 你知道香港人 對這四個字 很沒有抵抗力的 限定就搶 香港人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 好事就是 好事就是 但是 不是你上次這樣說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香港玉子將軍是在解 這個熱鍵包 代表中秋包 OK 那 我自己有一則新聞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前日 還是前日 昨天 忘記了 全香港 有一間很大的連鎖店 大字頭 大字頭的連鎖店 做一個四元飯 是 我相信大家有見過這張新聞 一定有見過這張新聞 你應該吃了 吃過 我自己沒有去排的 因為我是事後才知道的 這件事 它就是復古回七十年代 他們開店的時候 是的 無論是它的衣著 無論是它的伙計 無論是他們的餐牌 那個飯的包裝 吃的東西都好 它都是回復七十年代那件事 是的 有些花邊新聞跑出來 有一個管理員 一定是有一個員工 是七十年代的GM 有沒有看 見過 他穿著一套七十年代大發活的衣服 然後樣子是整個GM 變相就很瘋狂了 在高登一傳 因為有幾個女神 不止女神 之前提到 阿JAM有看過 Jimmy年輕時像她 是的 大家又來那句 她的老祖會不會變成Jimmy 是的 其實那個活動 最我所知就是 好像是一天 就是我們 四十周年那天 我們眼中就是 就是Marketing 當然 但是我覺得 無口非是一件很positive的事 是的 縱使我們不需要排 亦都不知道 不知道 至少未必會排 是的 但是這件事 確實是有一個很正面的形象 因為整件事的討論出來 就是說 我開名了 沒所謂 剛才我數了 我數了 現在來的事 OK 來這間 大字頭的 至少 做的形象 都有四元飯 是的 另外有一間 又說 日日在那裡加 她親戚 日日在那裡加 日日在那裡縮 份量又在那裡縮 價日在那裡加 你連這間大廢物都不如 你沒有留意這些評論嗎 你沒有評論 她經常見 她經常被罵 她經常被罵 你經常見 她經常被罵 知道 真的 因為有些商場 他們三家都在那裡 兩大和美心 你看完這些產品 你會看到 親戚那間是特別貴的 是的 那間是特別貴的 現在 上次說 六十元叉燒飯 破紀錄 七十多元燒火飯 七十多元燒火飯 破紀錄 不是 我現在看回 我家附近有大加樂 現在 說一個 扒飯 不是扒飯 它仍然有便宜的 我不可以 捉高 但是 現在的扒餐 就是 雞扒拼魚柳 然後送個洋蔥圈 然後就加湯 汽水 我上次 因為 我逢星期日都是Family Day 就去 大家樂吃飯 這樣 這樣 就 我忘記了叫什麼了 好像是叫了那些雙扒飯 是 牛扒拼豬扒 豬女 或者豬扒拼雜扒 什麼 然後有條腸 然後選起汁 湯 一個紅豆冰 或者汽水 六十五 絕對是 最便宜的消費 是 即是 如果當你叫這些餐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價錢 全部都 你不會再有 以前四十多元 四十多元 搞定沒有 那些的啦 完全沒有 它有的就是現在流行的 什麼台灣的 什麼老肉飯 都不說幾 它硬是要配西瓜鐘 是 你心驚笑 硬是買西瓜鐘 然後整個餐 我只要買了十多元 是啊 所以 試過的啦 即是 美濕剛剛開始賣西瓜鐘的牌 我看著那個餐牌 西瓜鐘那些東西 我等多兩個小時 西瓜鐘賣光 我只買了餐 都是三十多元而已 是啊 沒不對我 是啊 而且它現在賤格到 現在汽水全部是另配 零計 以前 沒有送汽水這回事 我真的很記得 我真的很記得 為什麼呢 我以前窮的時候 這間的大家樂 是陪著我 度過一些的日子 熬苦日 是啊 那時候我是很記得 為什麼呢 一個Tea Time 不是很久的歷史 嗯 Tea Time 都是近十年的事 是啊 還是二十一元 是 二十二元 是 這樣而已 但有汽水嘛 已經有汽水了 現在不行了 給多幾元 Tea Time 二十八元 如果不要汽水 那都說是二十五六元 是啊 二十八元是吃的那些 一隻雞翼 一個薯角 一杯汽水 二十八 這樣就二十八了 是啊 現在我看到有些二十元餐 二十元餐 那些是再小一點 是 輻射雞翼 輻射薯角 和輻射汽水 所以 這間餐廳就變相 我沒有什麼選擇 我不會去 現在 不選他了 說真的 但是你想想 我聽到這個四元飯 我個人 縱使我知道是堅密 是生意 我都覺得大快活 是正面的 就是 沒有良心企業那一張 但是 給我選擇的話 我可能下次也會試大快活 就是那個形象很重要 對於一個連鎖店的形象 至少我不說其他 這單四元飯 是能夠打動我的 是 我會因為他這個四元飯 至少會光顧他一次 吃完之後就不記得一回事 吃完之後就算了 就是 可能我支持他 我覺得他們做了一件對的事 你比我好 我都不做 你四元飯都不派 是不是 我們跟荃灣 前一陣子在高登 不是高登 在Hong Kong Discuss 是啊 全灣仍然有十一元飯 是啊 還要是白刺雞配叉燒飯 嗯 仍然有十一元飯 商品都還可以十一元 是啊 你加上奶茶之類的 那你就加幾元 如果你是拿走外賣的 加紙包裝的 都是加兩元 全部都是十二三元 整件事都是二十元落樓 是啊 這些做善事 別人每天做 他們不是賺錢 沒得賺的 但是很明顯這些是有少少理念 在這裏 那這間店都不開名 是不是 不要開名 因為 報紙有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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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做一些這樣的事 我們就默默支持他 是啊 但是我 所以我 我也是那句 大家樂真的很沒人性 是 陳米業所說 等於社區 社區 社柱的人 是最沒人性的 就是一樣 是一樣 所以 賺錢要對 就是他們 對他們的所謂 股東 股東交代 日代客 日代客 日代客人 喂 反過來 你弄得這麼貴 那些客人不來 你沒錢賺 你都對不到股東交代 是啊 但是 我就不知道怎樣想 因為如果作為一個 我爸爸是看著 大家樂戲家的 是啊 他們 我爸爸說 他爸爸說 以前大家樂 就是普通 就是普通 餐廳 是啊 就是看著你戲家的 茶餐廳 茶餐廳戲家 是啊 那就越做越大 那是他的本事 但是我覺得 企業良心很重要 嗯 那 不要說 有心無心 是啊 你 做一下門面也好 做一下門面也好 喂 大發活 整件事 總之有人說他是做秀 但是我覺得 沒問題 他那天真的在派四元飯 那一刻真的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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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真的有很多人 可能真的 很需要一些食物的時候 或者是真的在說 其實大家都未必知道的 其實現在呢 有很多人呢 仍然是為那十幾二十元呢 是掙扎 是 就是 你不要以為大家 老人家 貪小便宜 可能一包半包米真的拿 四包餅中 是啊 其實呢 大家不要 當然啦 我現在講了十幾分鐘 都未入 tasting icon 但是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 因為始終 到這個 始終都是飲食的 分享 其實呢 你走一圈 大家走一圈 可以體會得到 深水埗的劏房呢 是 仍然是有很多人在捱這些 需要十元飯 十五元飯的生活 是 或者真是蛇齊餅中 他肯去派 是啊 他們 問 不想說政治 但是 有人派 有人拿 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怪他們 是不是 但是 而很多人的眼角 就是有些問題 就是好像 可能是普通的 賺得起錢 我不要說那些錢 是萬多元 那些 生活 叫做 吃得起 吃得起 不用特地 再辛苦 連三餐都吃不飽 那些 這些四元飯 當然你不需要 是 但是 深水埗 現在仍然有十二元三送飯 嗯 十五元三送飯 連野飲 是啊 十五元 那一餐飯 不要說報紙 各大電視台 都報導過這些 那些良心老闆 嗯 其實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 我們香港是一個 很富裕的城市 真的絕對 不要以為是 嗯 我們 可能我們這些 脫離了 真的好律實說 我跟哪些人都脫離了 真的 貧窮捱的過程 我們 不稱得上有錢人 但我們絕對 不會脫折 嗯 所以 所以 我隱私行深水埗 那些十多元飯 我是跟老闆聊聊天的 嗯 都熟悉的 對 其實他們這些理念 是我永遠都不會做得到的 嗯 因為我永遠都沒有他們那麽大的理想 是 沒有那麽大的 那麽叫什麽 堅持在裡面 嗯 因爲他們全部都是在那裏大的 是啊 對著那個社區 嗯 四十年了 嗯 他的店舖比我更大 嗯 即是他們在走那間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深水埗的店舖 全部是那些 呆呆呆呆呆 全部有原因的 是 一年多大過你 是啊 那頭的樓 說得出都三十年了 那間店舖 那些樓起碼 起碼都戰後了 是啊 所以 你見到那些 好像 你會見到很多 深水埗見到很多店舖 尤其是食肆的 銷納店 嗯 那些地板仍然用那些小磚頭 瓷磚的 是啊 善腳的 就是三十幾年前的那些事 是啊 我們年輕人年代那些 走到每一間店舖 都是過三十年的 有 他們那些老闆 是看著社區長大的 嗯 那他們便知道社區需要什麽 是啊 你回歸那些議院 回歸社會 你看看那些議院 做那些什麽 喂 年年繼續派十八分鐘 年年繼續派十八分鐘 所以我是不反對的 是 因為他派一些人 有需要的人會去拿的 自然會去拿 是啊 所以 所以 我政見上不一樣 嗯 縱使 我很 很討厭那班人 是啊 政治上我們不買的 是啊 但是他們做這些事情 都是那句 等於四元飯這件事 好過不做 好過你好像大家樂企 什麼都不做 嗯 是啊 你回饋一千元都叫回饋 是嗎 你肯做呢 你肯給 甚至好像地鐵 你聲稱回饋那幾億 其實都是 都得 得個丁稅 對你來講 是啊 都是做了事啊 至少做了 是啊 所以這些呢 我們眼中 即是他們現在各大報章 當然有正負面 是啊 這些少恩少偉 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啊 真的好過沒有的 無論是四元飯也好 無論是什麼都好 我們常見說 觸犯的很富有錢 GDP很高 人權GDP很高 但是還有很多人 吃不起來飯 真的 但香港人不記得了 香港人真的不記得 我媽媽不相信 我跟你說 這些雖然是家事 純粹分享一下事 我媽媽不相信 因為他們 不要說我媽媽 應該說我身邊的有錢人 他們忘記了以前窮人的階段 老實說 我出生的時候 都是住長沙灣 圓州村 那時候叫什麼 公屋 鐵欄那些 還是綠色鐵欄窗 那些來的 窮得不得了 現在我身邊的朋友 我相信我這個年紀 一起長大的人 都是經歷過那個階段 除非你含著金鎖匙出生 都是小屋村大 但我身邊的人都忘記了 因為這件四元飯 引發起我的土糧 引起這樣的分享 他們忘記了 他們忘記了以前是窮的 捱窮日子 現在有錢 那些日子過了 現在他們 相反他們不會去深水埗 他們不會去長沙灣 甚至鄰近的太子都不會去 撐多個羅王國 羅王國就是圍轉車 懂你嗎 因為我身邊的人 大部分都已經去到另一個 生活的水準 他們看到這些新聞 他們覺得只有淡笑 他們就是那些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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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戲 開演唱會 幾十週年開演唱會 那些 你想想 我跟哪些人不是 至少我們做好過不做 受惠的是人民 受惠的是區民 那區的人 是沒有壞事的 沒有壞事的 所以我知道政府聽不到 算了吧 這個大家聽不到 那句去年 到現在還在派 16000元 派到今年年尾 那句 做了iPad 我身邊九成人都問 是否拿出iPhone 對 根本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一大把 也有朋友提 我們說拿出iPhone 那6000元 有人花一個月 不只花一個月 可能花幾個月 我身邊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身邊的人 派6000元 有些人買了兩枝Lafit 政府請喝酒 有些人真的幫你撕的 劏房那些 你交到三個月租 是一件很好的事 縱使有很多資源 可能最後都錯配了 但是 你真是幫到水深火熱那班人 那一刻先 至少他 如果他真的 在派戰之前 他已經沒有錢吃飯 要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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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6000元救了他 那你變相救到一條人命 快到幾個月 那沒有 好事 所以 我是很鼓勵 我是很鼓掌 這件事 總之 如果要抽離 要抽離 善良的心 用一個business的角度去看 都是一件好事 那是 企業形象 企業形象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這次大快活做得好 我是很喜歡的 我答應 我一定會去吃一個 總之不是吃飯 我吃一次tea time 我精神上支持 這件事 你給我幾元 撐回牆 好 今天我們就正式進入 Tasting Icon 好嗎 都很大 其實大家都喜歡分享 都是飲食吃吃 因為Tasting Icon 都是飲食的分享 對 前陣子 我們順帶一提 我們上個禮拜 真的吃了雞煲 真的吃了一隻雞 雖然有外援 有外援 但最後 都是吃得完 都是我付錢的 所以沒所謂 有些少許出貓 但OK的 他聽到有雞煲吃 就回來了 大家聽上一集 我們是說 我們兩個可以吃 必須吃不用付錢 OK 你說笑而已 我們會剪輯一條比較 Funny 或者精緒的片段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拿了一部5D去吃飯 是拍了片 神都鬼 不知道那天要做什麼 就拿著5D 拿著Mk2去拍 順便拍片 拍片 拍片 因為有部份鏡頭是我拍的 有部份鏡頭是阿B爺拍的 你會看到很不同的風格 但我們會把它剪輯 一組比較 可以濃縮做 可能30秒或1分鐘 等於等阿B爺剪 等我們專業的阿B爺導演剪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將 我們那種虛陷 那種 Lewis 或者B爺推介的食物 剪輯一個精髓錄 讓大家在30秒或1分鐘之內 可以看到這個一品 是多麼的好吃 多麼的誇張 那些人頭 多麼的多 好嗎 這個遲些會放上Facebook 大家拭目以待 好嗎 今天我們要 亦都會講一些 鍋類的 不是鍋 鍋 鍋 鍋類的東西 都是沙發沙發的 這個也是我推薦的 我先不開名字 B爺是不是真的沒吃過 我講之前 那間店我沒吃過 雙類似的東西 類似其實吃過 大把 其實如果說鍋類的話 鍋類的話 鍋類的話 其實這些沙啤沙啤的東西 日本就真的 少見不怪 少見多怪 是甚麼 不見就怪 不見就怪 中文差 總之不是普遍的東西 不是小見的東西 很少有的東西 在街上也是 我想問問B爺 吃牛肉 日本人就一定是 一定是有上一地位 在這個世界 煞牛肉 或者是沙啤沙啤牛 可不可以不斷說一下 日本人是要怎樣吃的呢 其實沙啤沙啤沒有很特定 怎樣吃的 反而說 Sukiyaki 是有的 但我經常見到香港 不見不少 有親沙啤沙啤就會有Sukiyaki 但其實兩回事 在煮的方面 我見到打火爐 我們叫它打火爐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我會說 煞一下煞一下 它有分紙沙啤沙啤 紙是堅蜜 堅蜜 其實牛沙啤沙啤 是否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日本 其實聽過之前 教授Icon 我不是說吃日本食 沒錯 我們EP幾 不記得了 稍後檢查一下 稍後檢查一下 冬天 日本人為火爐吃 吃鍋 於是筷子要長一點 吃鍋的東西其實是衍生出來的 收咕匙是這樣的 其中一種吃法 牛的其中一種煮法 真的跟我們火爐一樣 一煲起湯 就放一些 跳的料 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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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牛 煮到牛 最基本的 沒有死錯的 所有吃火鍋的人 都不會用其他吃法 對 對 就沒有問題 OK 其實 香港收咕匙的店 通常都會有Sukiyaki Sukiyaki Sukiyaki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甚麼是Sukiyaki 我怕有些香港朋友不知道 你叫過Sukiyaki應該知道 可能都是一個鍋 但鍋是淺一點 然後不是落湯底 是一層薄薄的汁 然後煮 煮牛肉 為甚麼會這樣呢 Sukiyaki是甚麼來的 中文 中文經常寫的寫法 就叫做仇氣宵 仇氣宵 仇氣宵 其實名字好聽一點 是 漢化了 我覺得是中文化了 漢字套 Sukiyaki 套出來就行 但是Sukiyaki的Sukiyaki 其實是甚麼呢 床頭 床頭那塊鐵 那甚麼事呢 是怎樣來的 其實是主法來的 那個床頭 那個鍋怎麼那麼淺 其實原本是那塊床頭的鐵 我們沒有耕田未必知道 但是看過床頭的人都知道 其實那塊鐵是彎身 有彎身 有彎身 其實可以摘到水 摘到一層薄薄的水 其實是一樣的 他們就是農夫做完事 即是做乾淨 甚至未必做乾淨的床頭 就這樣下水 然後放在火面 煮滾去 就放些肉下去煮 就這樣來的 Sukiyaki OK 這個我真的 我自己也是剛才知道 多謝Bee 所以你看到 半堂教授 icon 你看到 Sukiyaki 那麼大鍋 那麼大鍋 那麼淺 那麼大鍋 那麼多湯 但是Sukiyaki 那麼少汁 那麼淺 明白 所以日本人吃牛 吃湯 煞牛 可不可以這樣說 煞牛 是不是已經是流傳了很久 一直是有這樣的吃法 自古也有的 即是 不是我們後期 我們香港人發明 薄咳的不是的 薄不薄 一點點 但是吃牛 即是沙布沙布 或者是打火鍋 火鍋這件事 火鍋 其實吃牛 一直都不是一些新鮮事 不新鮮 是不是 不新鮮 那我就要帶出這個主題 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們現在介紹這間店 它是自稱 自稱是日本店 日本店 吃牛的 有個鍋字 很簡單 因為這間店很出名 那隻牛 就是牛拆鍋 我不知道牛拆鍋的第一間店 在哪裏 但是我第一次接觸牛拆鍋 就是在荃灣廣場 天橋一過來 下來第一間店 我是第一次接觸的 那時候主打是日式火鍋 日式火鍋 首先我們不說質素 他們打火鍋的經營模式 很不同我們亞洲人的模式 我們亞洲人是怎樣 尤其是任食那些 去過旺角德興就知道 98元任食 舉手 寫到一張紙 寫到滿了 然後他就來三分之一 所以我說零 永遠只有零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大家都不是有錢人 去過 去德興的時候 永遠是我們十二個人 十二碟 明明是 那個框框叫你貼的 但是我們會寫號碼 之後永遠都是只有三分之一 才來 我們十二個人 然後掀起一塊牛肉 可以跟你說 哇 透的 那塊是很多 明明寫十二個 他只是給你十二 但是十二塊 快 但是那些丸 就給你很足 你明明寫一個丸 他會給你十幾二十顆 一定成碟滿的 所以 其實我們以前吃得輕這件事 放題 吃得輕就是因為以前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小朋友 年輕的時候 純粹喜歡吃牛 純粹喜歡吃牛 不是喜歡吃牛 是 那你以前還很流行 以前 自助式 不是自助式 而是任食式 那些 還不是很多選擇 十年前沒有選擇 全部都是逐碟喊的 以前道鄉都不是任食 道鄉都是逐碟喊的 沒有任食這件事 全部手切肥牛 二八元碟 你要多少便吃多少 你給得起錢便喊十碟 對於我們年輕人窮當然不值 如果我真的專注來吃牛 我當然是給九十八元 放棄丸 我寧願填多幾十次 我寧願填多幾十次 所以以前任食火鍋 一直感覺都不好 因為數量永遠都來得不足 這間牛刷鍋 就有一個挺好的東西 就是配料完全不多 就算是多 它都已經擺在部門 自己拿的 自己夾的 譬如你要吃獅子狗丸 蜜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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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菜 蜜菜 後製的魚蛋 什麼都好 全部在部門 你要你就吃 目的就是想我們去專注在牛那裏 肉那裏 肉那裏 它不是正式牛的 有豬的 這個概念給我感覺很好 因為十一 純粹是個人私慾的 我終於找到一間 可以吃到它破產的部門 看起來吃到它破產 我最高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到牛刷鍋 去到牛刷鍋 就知道了 總之你一過來 選完湯底 它就會自動和你點了一碟 可能一半豬一半牛 但根據你選擇哪個套 它一碟不會像那些12份 它是12塊的 它是會有一定數量的 總之你希望你會吃得飽 我是一個人和朋友 兩個都大隻佬 那時候的大隻佬 是真的一個人吃四碟以上的 只是那些牛 於是我找到這間餐廳的時候 那時候的第一個概念就是 我終於找到一間 吃肉獸專用 吃肉獸專用的地方 我對牛刷鍋最大的印象 就是在點食物的數量 你來一碟 它真的會來一碟 你吃一碟就是一碟的 不會來一塊 沒錯 我很大鄉里要跟你說一下B爺的笑 我已經無所謂跟大家分享一下笑 我一開始是大鄉里 我以為它絕對不便宜 它最便宜的連米加一 都在說百多元起跳 如果你吃很少的牛 就已經去到二百元了 那時候我還以為是那些心態 OK 吃一碟來一份 因為大家都知道 譬如我和B爺吃了幾年得慶 永遠都來不齊 沒錯 它又要久了 又要等 它上了四次丸 才跟你上一次牛 那些自助識火 肯定是遲不遲 我們就為寶喜見 我們不想等 潛移默化了 那個心態下 一坐下 就寫四碟 就寫四碟 然後就來了四碟 然後就來了四碟滿 還算 是那時候的速度快 因為那時候未太出名 那時候牛來了 鍋也未到 現在不是 現在出名了 做不切 鍋來了 要吃著配料才來牛 這純粹是因為工作速度問題 不是因為廚房問題 牛肩要時間時間 是的 那時候我霸了一個笑料 就是一來到 一填就填四碟 它有選擇你要豬 因為它們自稱是日本白毛豬 因為它們都不是 全部都是進口豬 但是它的百超所值 都好吃 之後味道 還有一天晚上再分享 那次的經驗就是 一填了四碟 又來了四碟 又來了四碟 是擺滿了 擺滿了我們的桌 因為牛策窩的碟 你一邊就知道 很大隻的 那個鍋這麼大 整個鍋這麼大 還要比那個鍋 然後淚踏上去 那時候是擺滿了 那為什麼會 兩人桌都擺滿了 擺滿了牛 很尷尬 很尷尬 因為那時候 有沒有那麼餓啊 其他桌也看過來 那時候我很尷尬 因為我 有一個反應 其實我是想著 其實我死撐的 那時候死撐的 我沒有寫四碟 我沒有叫四碟 小姐 不是啊 我的同事 對上單 我就說 你拿了四碟 可能我說錯 或者他聽錯 其實 變成雙重尷尬 我想著 被人刺爆 因為那些傾伙 是沒有下單的 沒錯 不會跟你對單 你給了一張紙 他隨著心情給的 然後他在那裡很有系統 就是他下四個 就會跟你入機下四碟 或者他有一張紙 真的卡住四碟 每一張全部是有系統 我也是好事 因為去到那個時刻 我還以為是得興的任食 我就想著 不是的 就是為了想著不要那麼尷尬 我就想著屈她 我沒有叫四碟啊 小姐 然後不是啊 對單 真的叫四碟 對不起 就變成雙重尷尬 所以第一次去是很好笑的 我和朋友都是 雖然很開心 就是原來有一間 喜歡有一間比較像樣的東西 對 喊四碟就是你四碟 對 那那個 我先講講 就是 施筍 施筍有獅子狗卷 有些新鮮的菠菜 龍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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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後製的魚蛋 中間就放了一個蟹柳 那些 一般是很流行的 就是那些後製魚蛋 是類似的 因為我沒有刻意在日本見過類似的物體 除了完全 有類似獅子卷 但中間也放了蟹柳 對 類似吃法的日本 但不是這樣的 除了這些 有粟米 有些新鮮的菜 全部是很漂亮的 菜很簡單 菜一放下去就借了 對 所以說 誰想和人一起吃 夾到醬了 脆綠色的 全部很漂亮 現在越來越多選擇 現在有些年糕 有米粉 有很多珍奇百怪的食物 部門越來越多選擇 除了牛之外 另外一件事 我是很佩服的 就是它連醬汁 都是需要自己教的 是啊 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點風土味 即是有些日本風情話的味道 譬如所有豉油 放在一個大盤那裏 馬漿 然後明太子 蔥 然後淋淋淋淋 醬汁 醬汁這件事 我是很刺激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完全沒有這個習慣 沒有 只有日本人不會這樣做 我不應該這樣說 而是說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才吃過這樣做法 大家 問一下網友 問一下B爺 香港地 叫七任吃的 都是豉油的 通常 豉油 最多就是辣椒子 咦 當然辣椒子 高級一點的 就是給薑蓉 薑蔥 原來 這個是我妹妹告訴我 我想問一下 問一下B爺 求整一下 日本人 下牛肉 是吃肉點醋 會點醋的 這個是我 真的 在香港第一間 找到 有醋 的火鍋店 這個是真的 而它的醋 不是香港 那些 下魚刺 就是下魚刺 天狗刺 或者下碗仔刺 摺醋 是說 真的 日本 那些什麼 水果醋 水果醋 生果醋 這個是 令到 整件事 沒有那麼肥膩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人 吃肥牛 本身肥牛很肥 下鍋裡 鍋又肥 煮一些油 然後 點好 那些 獅子狗卷 拉上來也是肥的 你點醋 味道就會越來越重口味 唯獨是 真的點醋 才可以平衡 口感 你這個人吃得沒那麼肥 沒那麼肥 而日本人 就是有這樣的智慧 縱使 是否交一回事 上次跟B爺爺吃 不是很多人搓醋 我們剛剛坐的桌子 隔壁 隔壁 每個都是豉油 加麻醬 加辣椒子 很少人像我們這樣不醋 其實不醋 會變相你吃得多些 我最高峰的時候 一個人吃四五碟以上 就是因為要點醋 沒那麼肥的 沒那麼肥膩 而且 最印端為什麼會點醋 點醋 呢 一來說要口感問題 二來說 最重要的一點 果醋是開胃的 不要說吃到口不理 你本身整件事有醋 你個人的開胃會吃得多些 的確 第一件事算是尾尾尾 對 所以說日本人好餓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好餓 就是 這些例子 沙烏西黃未必 剛才我提過 其實Sukiyaki的醋 沒錯 是甜的 甜的醋 但那裡是我們叫醋 所有醋都叫醋 醋本身 很多時候會加醋 是讓你成為 對 這個同意 吃得出的 這一點就是很基礎 對日本來說 日本料理的基礎 但不是很多香港人知道的 香港人少吃醋 吃醋就懂 對 經常 所以我第一個印象這麼好 除了我當日第一件事是自己 搞烏龍 或者自己搞一些搞笑的出來 而是真正正正的醋 而給我的感覺是 那間店很認真 很認真去處理細節 現在 聽回來了 因為現在生意太好 又不是經常請到人 那些食物的速度是慢了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留意人手方面的東西 重點絕對不是人手 你看一下牛刷鍋的設定 你看一下它的桌子 你看一下它的爐 你看一下它的駕駛 你看一下它的駕駛 放在什麼 放在什麼食物的配料 放在什麼醬汁 你就知道這間店 你是吃它 吃它飲食背後的智慧和文化 所以這間店的牛刷鍋 對我來說 我經常是封叫的 我封叫到帶我身邊的朋友去封叫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喜歡它的東西夠優雅 它做到不一樣的東西 至少醋是我購買的 等於剛才四元飯那裡 整件事是我購買的 但它又配搭 味道又配搭 所以這件事 是橫妝的講完了 橫向的講完了 上次畢業我和你吃一次 你感覺如何 整體感覺 整體感覺 其實整體感覺不錯 這個水位 就是百多元人頭的價位 我在香港 就是 向下就去了德興那些 放了一些飲食系 加了百元加一 最多就是一百元送一些酒 飲食系 飲食系都開始越來越少 是啊 越來越少 但是怎樣再上呢 再上去 要去回這樣的好呢 要麼吃到很貴 要麼我又飛回日本吃 飛回日本吃放題 我完全覺得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水位和這個質素 我完全買的 所以說 就算我飛過日本吃放題 二千元 二千元幾一兩 現在剩十兩百 兩小時左右 坐兩小時左右 兩小時還是兩小時都不知道 正猴都沒有那麼厚 是的 我們那些猴 沒有那麼大塊 下次真的要拍照 每一塊都戴手掌 手掌 手掌也很大 就是它是慌死你不吃的 這個我要說一說 我想提一提 它足料 這個是很大的賣點 大家都受過任性 任性之苦 任性之苦 不要說德興之苦 我貶壞它 其實有很多任性的 你看到那些肥牛 湯出來 兩隻手指 三隻手指這麼闊 而且可能是長短度 好像 都未必有半隻手掌那麼長 像一塊煙肉 像一塊牛肉 像一塊牛肉 多於像一塊牛肉 它這裏 牛肉一湯出來 一鋸出來 全部都比手掌 而且它給你一塊肉 是呀 剛才我們上次去吃 就是因為上次我帶B爺 我怕B爺 他未接受到 因為口味各個不同 所以我上次跟B爺去試 是試它最基本的收費 它有幾個收費 第一 它有一個 以前還是88元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可能店家加租 整件都貴了 整件都貴了 一講加租 可能下一次 因為阿偉仔賣了一間店 八千萬 地鋪八千萬 所以加租也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它加租 它加價我覺得沒有效果 我第一次吃它 是98元還是88元 然後上次吃已經是110多 即是基本的消費 未計加一 未計啤酒等等 那個是吃本地牛 而且你可以選擇本地豬 不是 豬只有一種 就是它在選擇本地牛和豬 即是你叫它110元的套餐 你也可以選擇豬或牛去吃 如果想吃好些 去到150元的套餐 你就是在吃進口牛 即是可能進口更漂亮的咳 更漂亮的牛腫 可能肥高的麻布零 更漂亮的 然後去到180多 就說是日本牛 即使不是日本牛 是日本總牛 可能是澳洲牛 即是澳洲日本總牛 變相整件事又再高級些 所以你便自己選擇 你便自己選擇 如果你喜歡吃漂亮的牛肉 你便去到180元的水準 你便自己 那你便可能 它可以再選擇 牛腱的部分 你可以再選擇 但很多人都不會選擇 很多人以為是這樣的 你可以要求的 當然 如果你一百元那個便算 算吧 都是那些牛便算 但你去到180元的牛 你可以要求它 只是給我攬 只是給我大給你 OK的 你不要那麼大聲 不要令它難做便可以 不要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會說 我要厚底 我要屁屁 我要攬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其實可以要求 如果你去到180元 最高級的消費 它現在有些二百多了 二百多是說明是和牛 三百多是二百多 有些更貴的範圍 這間餐廳便好 便宜又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吃 大家都可以坐下桌子 我和B 上次的食就是 食最基本的食材 都已經拍完手掌了 因為淡淡肉 主要是香港人有一個很衰的心態 吃牛總是要吃貴的 吃外國牛 吃進口牛 但老闆牛是一樣好吃的 老闆牛你選擇 店鋪肯同你選擇 已經可以很漂亮 但不是那個人會吃的 每個人都想著一百十元本地 算了 多加四十元 進口 然後跟你說 不是什麼 可能加多四十元 跟你說你在吃吉野加的 其實也是在賣美國牛 所以我不會叫中間的水準 這是我個人意見 大家參考一下 但水準一百十元已經很好 而且有一點好 或者有一點不好 你要叫飲品 一杯 如果你要叫任針 那些 你一定要整台叫的 這個正常 一個人叫就整針分 血本無歸 我理解的 但這個設定 很明顯我是老闆賺錢 叫一杯 十元 任飲 十八元 對 那你變相 你很自然會去那邊 不用說 對 香港人是這樣的 他一個地方好 就是 縱使 縱使 我未必 真的會去到吃東西 未必真的餓了兩天 特地去吃 或者吃飽 差一差勁 他喝阿沙爾 二十元而已 是啊 任飲的了 啤酒任飲 三啤任針 他針給你 變相一個 就是砍牆 沒錯 我們這些都在砍牆 上次我們也是 沙住沙住在那邊砍 很正常 喝啤酒而已 其實想喝啤酒 完全跟你去雜方題 那邊沙住沙住 那邊拿著滋燒 一樣 等於我們吃雞煲 都是喝啤酒 都是這樣 爽的 但是他拿著那杯 我抱歉 所以我們拿著二十三二去喝 其實上次我跟B.A.去吃 都不是吃到 縱使光是很餓 但都沒有剷到尾 我們可能吃了四十分鐘左右 就好像在那邊喝啤酒 吃雪糕 所以變相 其實他在酒水方面 會是很大眾化 會令到一班 他仍然打著日本的招牌 但是他配合廣東人的口味 完全是香港人口味 是不是 我孤狼搞文 我想問B.A.如果平時在日本 平時打火鍋 有沒有這麼講究 是不是真的喝啤酒的菜 在日本 這些文化 都會有 我想提過 我回日本吃方題 其實吃方題都是差不多 都會叫啤酒性 或者可能會多些選擇 叫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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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啤酒是普遍的 啤酒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你不喝酒 就叫汽水 其實很正爐 整件事 因為打火鍋 就是喝這些才爽 massa 因為熱烤牛 It's the 所以我就這麼喜歡這間酒 他既然都要做 他不做思維 有加士伯好像沒有思維 有加士伯 有阿沙耶 有啤酒 好像有點清酒 新加了 但整件事都很日本 即使他主打也好 他第一次就是先說阿沙兒 所以要說 如果是日本的話 我覺得不應該賣法時分 應該是青島 我忘了 因為我跟B.O.一看到阿沙兒就叫 不用想了 阿沙兒就 因為基本上就是沒有死錯 所以整件事很日本 但是我們說的食飯模式 又是爛達佬 又是大排檔 濕濕濕 我只是在大排檔 喝思威 來到我喝阿沙兒 所以會令到一個 整件事很滿足 總之你要香港風格的打火鍋 它有齊給你 牛魔王那些 即我的牛魔王那些 滿足到你 你喜歡吃配菜的 你自己夾 啤酒 二十元就不喝 這些符符何求呢 沒錯 賣單頂盡就是一兩塊水下樓 一兩塊水下樓 一個人 喊漂亮 去到三百多元那些 都是有限錢 是不是 是啊 我這些小道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喜歡吃火鍋 我遇過郭庫城很多次 真的 有兩間他經常去的 我不開名 大家去追他 我不可以說的 我遇過郭庫城很多次 有一次誇張到 其實我不相信郭庫城沒有常識 我不相信他沒有常識 還是他覺得牛肉是不會有其他方法煮的 他全部都是煮的 郭庫城很喜歡吃火鍋 超喜歡吃火鍋 有一間明星開的 很隱蔽的 在酒店裏面的 那間店裏面 那次見到郭庫城 郭庫城不會遮遮掩掩掩 他是很大方的 他打火鍋很大方的 我就在那裡打火鍋 他一聲就去了我旁邊的房間 就坐下了 我不知道他見不見到我 因為最後沒有打招呼 然後呢 有一個女士抱著一隻狗 是 就進了整整間房間 OK 最後 蘋果日報拍到 原來那個呢 就是天皇嫂來的 OK 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 所以郭庫城是 寧願被人拍到 他都要去吃打火鍋 所以你跟我說 我跟哪裏絕對不是專業 如果你問哪裏 打火鍋好吃 你問郭庫城 郭庫城是可以回答你的 應該回答你的 他還告訴你 那裏有什麽不好吃 那裏有什麽好吃 你為什麽要去 為什麽不去 加上那間酒店 本身那個火鍋都出名的 我吃完之後 我都遇到金融 金融先生 茶亮融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區是哪區 所以那間是幾有名的 我去吃過都ok的 但是轉外面那餐是500元 500多 我找了以前的女朋友 哇千多人 如果相比起大家要吃質素的 絕對有的 打火鍋在香港 不受武 但還是哪裏講的 我跟哪裏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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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風味都給你了 那整件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現在它好像開到周圍都有了 開了很多間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我講 牛鎮那些 絕對不入樓 牛鎮那些 牛鎮算罷了 是牛刷鍋 是牛刷鍋 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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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間 千萬不要以為我講牛鎮 牛魔王這些不入樓 絕對不是 是說牛串的一件事 我記得好像黃埔 旺角都有分店 有 抵它發的 當我吃完第一次之後 我end call 第二次 我就知道那間店有否可以做 一品第一間 其中一間 所以我不是懶惰 但我吃過 如果回end call 那些 通常都有它存在價值 特別是打火鍋 這些沒有死錯人 它只需要保持到牛刷 真的一年開兩間 我吃完之後我批它 我跟朋友說 我批死它 再續下去 肯定開分店 真的開分店 牛刷鍋歷史不太悠久 幾年而已 三年的事 三年的事 現在分店很厲害 大家可以去看看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對牛這件事很講究的話 應該是想吃比較像日式 Sabu Sabu 或者Sukiyaki 這類 但又不想給太多 對 很選擇 絕對想得過 絕對很選擇 但大家有限錢 剛才那句 如果去到我們剛才撞到成省的級數 五六百元吃火鍋 那天還沒有吃海鮮 齋燒 齋燒牛肉丸 因為去到那些高級食物 醬油 醬油 辣椒 蒜蓉 醬油 醬油 什麼都算 去到牛餐鍋 就不是一個套餐 自己都搞定 還不是隨便 是呀 是呀 拌醬拌得多開心 是呀 自己夾味多開心 是呀 這個真的 沒有什麼丸 丸是少 沒有什麼香港人喜歡 沒有什麼牛丸 麥丸 但是它有些日式的丸 是 只不過是沒有香港人吃開的 還有它的湯底 也跟足日本 什麼豆乳 豆腐湯 牛青 麵糞 當然有香港人喜歡的 番茄 等等 但是我自己 上次我和你吃豆乳 和牛青湯 不完全是 是日本風 絕對配 至少不是說 開味精水 什麼新鮮的地方 做什麼羅漢果底 放幾個粟米 放幾個粟米 放幾個什麼 花椒八角的北旗 裝是藥材湯底 不是 不是 這些全部 它做得足 當它掛著日式的名字 正路 你會覺得是日式風味的 雖然我永遠都不覺得 這個豆乳廠底是很日式的 我真的覺得很fusion 我也覺得是 但日本是有這件事 牛奶底 牛奶底 因為日本很出名 但我和B爺感覺一樣 我覺得是歐洲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是日本發揚光大了 未必 很搞笑 可能始終對我來說 吃沙烏沙烏 或者吃火鍋 我對湯底的 沒有要求 但我覺得應該傳統一點 好一點 對 那些番茄蛋我是接受不到的 但是 OK的 這隻 我接受到的 但其他我不敢包 OK 你可能帶我去 放題 但是跟我說了 番茄湯底 我會縮夠 我也縮 番茄 整件事分開 我想吃番茄拉麵 你說燒燒一下 我覺得 當然是差一點 普通 所以 牛炸鍋是 我們今天tasting icon 要分享的一個 可以試的店 但是 現在就有時間限制了 現在好像限制九十分鐘 因為有飯堂化的傾向 對 因為現在下午都有些 下午package 下午好像說 六十八塊 任食配料 包一碟 一碟牛 或者半碟牛 半碟豬 任你選擇的 按著你的package不同的 但任食配料 可能包一杯汽水 就很久六十八 加上一七十幾 即是 走完下午那段路線 下午那段路線 下午那段路線 只需要一個小時 六十分鐘 差不多 即是給你少穿 即是少穿一下 你幾個人 找不到 又想不到吃什麼 就去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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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即是不想百多元起跳 又想試一下 嘗試龍魚鳳 嘗試一下 下午 下午你等他過了business lunch 可能兩點鐘 他仍然在做午餐的時候 你便試六十分鐘 你便可以便宜一點的價錢 但兩點鐘放午餐 都不是正常上班的人 都是我們這些 都是我們這些 都是我們這些生意的多 不過 多個選擇 當我選擇 他現在愈來愈多些有趣的東西 前陣子就玩冰火 即是前陣子他開業不久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一盆冰水 本身的套套已經很小了 已經放這麼多東西 他免費送的 即是香港人過冷河 令一些肉 普通話叫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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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堅密的東西 我們那次去 就說送一個 不知什麼的瀑布 是呀 不知屬一個什麼的瀑布 就是給你過冷河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名字 所以我沒有要到 因為 我就問他送 是呀 又給你可以過冷河 還是可以拾完之後 那個有個味道增加 那我就不用了 他要很多這些 堅密的東西 整件事是超級的 但對於我們的食慾 來說 就不要妨礙了 我寧願多買一碟牛肉 多買一碟牛肉 所以我今天說的是 牛拆坡是荃灣那間 我相信這些工場化的東西 就不會差得很遠 我相信你去旺角 去黃埔 去尖沙咀 我相信食物質素一樣 只不過可能是等待的 不同的 等待的時間不同 但至於荃灣 服務速度還是很高 我吃過尖沙咀一次 真的吃了配料 即是要吹的 要吹的 否則他真的未必來到 但荃灣仍然保持得很好 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是 不用舉手 即是不用等到舉手 他都會來到的 那個時間 那個耐性 每個人不同 至少你不需要舉手 他都會給到你的 但尖沙咀當然不行 因為尖沙咀大很多 人手又未必夠 那次去跟前女朋友去 真的要舉手吹 那次還要吃一個小時 過半小時都吃不到三碟 因為真的等到很緊要 等到很緊要 所以如果不想受人氣 或者不想像黑米一樣 不斷舉手吹 那是荃灣仍然推薦的 還有排隊等 全部都等的 所有牛刷窩都等的 我相信大家經過牛刷窩都知道要等的 有鵬人在等 我們那次都有等 只不過一直走在那裡等 我們拿了一張票 就是等八十幾個醜 然後等他二十分鐘回來看一次 二十分鐘回來看一次 好嗎 那牛刷窩今天是Lewis推介的 希望提外話回歸一點點 那就是良心企業那件事 大快活大家都多多支持一下 呼籲一下 可能他這次做得好 因為大家鼓勵一下 可能這次做得好 他下次又有四蚊飯呢 可能風氣慢慢傳出 不用下四十周年來的四蚊飯呢 是啊 就是鼓勵一下那些企業 老闆見到有回報的話 他就不介意再拿多些出來 是啊 好像牛刷窩那樣 可能鼓勵一下 他看到大快活就做 他又可能做 好像以前Starbucks那樣 日本大地震的時候 Starbucks不是做了一個時段 四點到六點的時段 所有Starbucks的收入 都是會捐錢的 於是那個時候日本人 不是香港人 就湧著去 我心目中 你口好的捐三十元 不行的嗎 不肯定不肯定 肯定要 叫做蚊飯的 怎樣都要蚊飯的 等於我們去Buyard餐廳 那張25元那張票 一定要給我公仔麵 他就給得比較好 這件事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只有笑 至少Starbucks它都有良心企業 至少那個時段 他所有收入都捐了他 你不要管那些人去什麼心態 或者 舊錢捐到那邊去那邊 是啊 那這些沒關係 我們覺得自己良心 對嗎 總之不要管他去的人 或者去拿的人 他有什麼心態 總之我們有企業 帶頭做 我們香港會越做越好的 即我們的氣氛 我們是會很和諧的 我們希望大家宣揚這個 我們不要和諧 我們不要和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我們這個電台 Tasting Icon 我們希望下一次 我們希望下一次 其實這兩個星期吃了很多東西 我們希望下一次Tasting Icon 講到大家身邊想吃的店 如果不然好像上兩集 講完之後 你都沒有下去的 那就沒有人了 好嗎 今天Tasting Icon 其實差不多了 我們希望下次同樣時間再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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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